秀林鄉桃蒲閣部落年邁若是高齡老父柳壁俠 他多個兒子早年就相繼過世了 整個墓造家境簡陋清寒 早年徒弟被法拍得標 買主於心不忍讓他無償居住 不過墓造老舊房屋破損 柳壁俠他沒有財力來整修 在鄉民代表雷一樓奔走之下和地主溝通 墓得了55萬元新蓋一處屋舍完成使用 而柳壁俠在村民陪伴之下也感動流淚 謝謝大家這麼好心 一百零歲老阿嬤坑翔 有的用態度給足以和熱語 感激的心一言表 可以說是相當的開心 一眼阿嬤的夢有新的房子可以居住了 而照顧101歲老阿嬤的女兒 除了感謝修雲鄉民代表蓮英龍 戴了協助之下蓋了新的房子之外 同時也向修雲鄉長王妹貴 縣長許仲偉以及淘寶格文化健康站 也關心她的生活取居 她是相當的感謝 都是那個文件站那邊 然後她會來給媽媽那個 呃 皇室啊 或是說那個生命兩策這樣子 呃 感謝感謝縣長 鄉長 還有臉代表 還有我們的文件站 還有我們的地主 謝謝 回顧前三個月 下面代表蓮英龍 或許這位101歲整起事件原委之後 蓮英龍積極奔波協調與地主葉文成溝通 地主不能將其驅離 再選定一處空地讓老夫人無償使用 而在建築物方面 有蓮英龍積極向外募款 在北部好心人士的幫助之下 蓮英龍也親自掏腰包辦理所需 其之後空地所新建的鐵皮屋設 設置微設備完成 供劉碧霞使用 因為在兩年前就有聽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然後我親自來看 不過日前還有一些公益團體 來看阿嬤的房子 看完之後呢 後續就沒有一些做執行的作業 然後他們非常的擔憂 下一天外面下大雨 裡面下小雨 那嚴重影響阿嬤的這個一些健康 甚至會發生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意外傷害 那於是我親自來看了 然後覺得勢在必醒 所以透過了一些社會的資源 非常感謝北部的疾難救護的中心 以及包含我們一些的北部的一些愛心人士 在這樣的這麼兼職 非常的熱心捐贈的一些款項 這些款項大概募集了將近55萬 把這些款項全部投入在阿嬤的這個修繕 也提升他的生活的品質 那至於我還要感謝的是 這個地主 葉文誠先生 他也非常的有愛心 也提供我們這樣的一個場所 然後再來他也沒有收任何的一些費用 然後再來他也沒有收任何的一些費用 對在此深感非常 謝謝他 感恩他 現在我們過夜心疼阿嬤平時前來 探望給必要的協助 在此物色完成之後 劉必俠在村民陪伴之下感動流淚 裡面的整個設備 我看還是缺乏了一些冷氣 還有就是加壓馬達 那因為畢竟老人家要洗熱水澡 那有了加壓馬達之後 我看我們還要再募一點熱水器 來提供給我們這個寶貝阿嬤獨夢 給他一個很好的生活環境 那當然畢竟他算是百歲人瑞 那我們新林鄉只要是獨居的老人 太好的情形的一些勤勞 我想我們還是會盡最大的努力 來協助他 在這次阿丁的工作團隊 要感謝林一龍連代表的引劍 他才知道原來我們民友部落 有我們獨木阿嬤需要這樣的一個幫助 那當然公所這裡也不能做事 不管那其餘剩下不足的地方 公所這裡也會盡全力來連結資源 來協助我們家裡的生活環境 能夠做最好的改善 謝謝大家也謝謝各界的關心 謝謝 地方三星表示 下面代表林一龍經常關懷 秀人鄉經濟弱勢家庭 以及競品族群 募集許多三星人士物資 幫助鄉內中低收入戶 傷心障礙者以及獨居老人 讓鄉親感受到社會溫暖 同時也造福更多的受住者 也期盼跑轉圓域 讓愛心以及善心投入地方真正的弱勢 記得中英修下部了